第四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在2月9日开记招 公布19项奖项的提名名单 在19项提名中 正义回廊获得16项提名 成为本届提名之冠 神探大战 繁气攻心及明日战机 就各有11项提名 窄露微尘则有10项提名 明日战机从上映到落画 一直结化不断 作为香港首部末日科幻动作片 在金像奖得到这么好的入围成绩 总监制古天乐就回应表示 开心电影可以有这么多项提名 台前幕后人员都辛苦了 明日战机在香港电影一个新尝试 作为科研片进步的空间可以很大 最重要是百花齐荒 希望带多些新元素给观众选择 至于近日备受争议的纪录片 《级十九岁的我》 虽然入围各族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最佳剪接 不过随后作为出品方的英华女校 就发出声明决定退出 最佳电影奖项的轮选 今年饭气攻心票房大收 陈渣文 张继聪 黄远之 林明禁更齐齐各族最佳男女配角 Evana主唱的电影主题曲《狠爱狠爱你》 更入为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项 这两个提名都令她觉得非常兴奋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开心到 立刻恭喜导演 也很想恭喜明禁 然后又很想见饭气攻心的全体 很想和她们分享这个入围的消息 很感谢大家的投票 我希望可以和明禁一起上台 我想说《狠爱狠爱你》这首歌 是我和陈永生导演的第一次有音乐上的合作 这个和自己的音乐去拿到提名 是很不同的感觉 是和导演好像还溺溺在目 他第一天邀请我去写这首主题曲的时候 他希望我做的事 我希望我写出来的音乐 不要令他失望 希望是他心目中原先想有的那种音乐 至于2018年入围金像奖 最佳新演员奖的陈炸文 相隔五年再到入围金像奖 都令他心情脚弱 他亦以语音和大家分享入围喜悦 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外带 很感谢陈永生导演 我写了一个这么好的剧 和拍得我们全部齐齐整整 拍得我有机会晋升南配角的提名 所以所有功劳都归功于陈永生导演 我的经理人团队 和整个饭气团队 最后我一定要多谢我家人 因为有他们才是我最大的原动力 去继续做更加好更加多的作品 今天除了有协会主席 以东升出席外 大会更邀请黄丹妮、胡子彤、盧振业 陈建朗四位特别嘉宾 一起揭晓入围结果 还有几天就到情人节了 不知道Louis和盧振业有什么计划 和另一半好好过节 我老公还在香港 所以到时候应该做完 会吃过晚餐 其实二人世界下 或者小小的时间都可以了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小野刚刚终于公开了 你有没有好好地计划一下 我女朋友那天要拍戏 就是拍戏公心的舞台剧 我想剧场仍然被 有没有想着买花去去探计 行人面中 我可能送些礼物或果冉 我觉得吃好像更重要 大家都可以吃 最重要我觉得都是个心 有个心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 不用特意做些事情去表示 我觉得